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让我们操碎了心 儿子学习并不好 大学仅仅只是一个大专 老公毫无一直担心 以后儿子该如何生活 能不能讨一个媳妇 都是两说 毕竟家里的条件真的不好 都说城里的人有钱 然而我家真的是囊中羞涩 儿子的房子都买不起 老公家里是兄弟两个 但是小叔子年龄 要比老公小差不多十岁 也不知道当年婆婆是怎么想的 那么大年龄了 还非要生个二胎 说起来这个小叔子 可能就是我们家里的骄傲了 大学是一流的大学 弟妹也是长得特别好看 两个人结婚后 就跑到了外面工作 基本上一年就回家一次 不过听说小叔子 他们的父亲俩 赚钱倒是挺多的 相比起小叔子 老公和我每个月 也就是赚六千而已 差距真的不小 六年前的时候 小叔子他们回来后 突然提出要把侄女 留在这边上学 婆婆他们虽然给兄弟俩 都买上了房 但是却不想来城里面居住 不习惯 所以最后也是达成了协议 一个月给我们一千的生活费 让侄女在我家住 说实在的 我确实不想家里多个人 但是一个月一千 可是真的不少 毕竟一个女孩 每个月才能花多少 最后也是把侄女 留在了我家 这转眼间六年过去了 侄女也是小学毕业的 小叔子他们也是回来 准备接女儿回去了 已经打算在那边定居了 说起来这六年 虽然一直收着抚养费 但是在一起时间久了 还真培养出一点感情来 说实在的 对于侄女是真的 有点舍不得了 不过终归还是要走的 那天也是回到老家 准备一家人 好好地吃上一顿团圆饭 除了过年 这还是少有的 一家人聚到一起 那天吃饭的时候 小叔子也是对我们各种感谢 倒是弄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毕竟当年也就是 谈吐了人家的 一千块钱的护养费 才答应的 那晚老公和小叔子 公公也是喝得特别多 期间我突然听到一句话 让我有种做梦的感觉 小叔子喝多了以后 突然说 哥 嫂子 这几年你们照顾小静 也是尽心尽力的 我们夫妻俩 也是没有什么报答的 家里的我那套房子 回头过户给侄子吧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仿佛做梦似的 不过我还是干净推卸掉 你可别说这样的话 都是一家人 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照顾小静 也是分内的之事 小静这孩子还是挺乖的 房子的事就别提了 这是咱妈给你们买的 我们不能要 说完这句话 真的心里有点流血的感觉 毕竟儿子结婚 我们还没有房子呢 如果有了这房子 那家里就真的没有什么压力了 可是人家已经付了抚养费 我们再要房子就贪心了 那晚也是没再说这个事 第二天也是回到了生活的正轨 然而晚上回到家的时候 老公突然过来对我说 今天已经把过后的手续都办了 以后弟弟那套房子 就是咱们的了 听到老公的话我都愣了 不是已经推辞掉了吗 老公这才说 弟弟把房子给咱们不是一时兴起 当时把子女留在这里的时候 就已经打好这个主意了 他们两口子在外面 这几年苹果也是卖了房 正好咱们儿子也长大了 而且没有房子索性就给了咱们了 听着老公的话我仿佛做梦似的 但是这个梦已经实现了 想想当初接纳侄女儿的时候 还是有点不乐意 没有想到现在给我这么大的惊喜 我也是不禁感叹 有一群善良的家人真的是太幸福了 也许这就叫你给我真情 我还你真心 你对我好一分 我对你好十分 你与我经历风雨 我同意携手并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你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